第124集 事出紧急,少商立刻请示萧夫人,获允后回家收拾好行囊,然后带上连房桑果进宫去也。 邻里开万家前,萧夫人沉声嘱咐,好好侍奉皇后,别的事情不要多嘴。 少商心知肚明,我算哪路人物啊,就想多嘴也得有人听啊。 萧夫人身之挟制女儿不住,只能叹道,宫为凶险,储君之事凶险游胜十倍,你要好自为之,不可惹祸。 少商知其有理,只能老实答应,用皇后所赐的令牌轿开上西门,而后静止往长丘宫走去,上离宫门还有十余丈远。 少商听到宫地的劝阻声和一个尖利哭喊声。 少商走近一看,果然是亡灵。 宫闭们看见少商,纷纷高兴地叫起来,成娘子来了,快快进去,娘娘又病了。 少商嘶嘶嘶你可来了,娘娘从昨夜躺下就一直咳嗽,可吓坏我们了。 之前宫耳还说,你若再不来,他就要使人去你家找你了。 不等少商反应,哭得蓬头散发的亡灵就扑过来,他满脸是累,惶惑不安,甚至都不敢站着。 只跪在少商腿边哭喊,成娘子救救我阿富吧。 他和几位兄长都被捉起来了,都下到北军狱里去了。 少商一愣,对了,这些不属于刑事犯罪,所以不是关在庭尉府。 一名宫帝愤愤道,王娘子,奴婢们已经说过许多遍了,娘娘说了不见你,你非要进去是抗旨。 娘娘现下病着,你在外面吵吵闹闹,是安心不让娘娘养病吗? 另一名宫帝喊道,王娘子,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们就去请中皇门来托你走了。 王陵怒道,你们这些贱婢,往日一个个卑躬屈膝,现在看我家有难,就来踩我一脚。 好一群见风使舵的势力小人。 少商插腰道,她们是宫女,对着贵人们,不卑躬屈膝,难道还只高气扬啊? 还有,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长丘宫的人还需要去示例谁? 哪怕皇子公主在这里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一个外臣之女,倒跋扈得很。 她本就在宫币宦官中有些威望,此时周围的宫币心中感动。 立刻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起来,围在外一圈的皇门们甚至轻轻叫好。 王陵器的浑身发抖,一下站起来,叫道,好你个成少商,我早就看出你奸华歹毒。 如今我家遭难,你终于如了愿,可以站在岸上看好戏了。 好笑了,你家遭不遭难关我什么事? 聪明的赶紧给我走,别打扰娘娘歇息。 我不走,我要见娘娘。 娘娘不能不管我们啊,难道眼睁睁看着我们家破人亡? 哎呀,你这是柿子减软的捏啊。 娘娘的是后宫之主,天下之主是陛下,你父兄也是陛下叫捉起来的,有种你去求陛下啊。 来纠缠娘娘是怎么回事? 王陵争辩不过,只能朝着宫门大喊,娘娘,姨母,救命啊救命,请念在我阿母和你是骨肉至亲的份上。 邵商打断道,什么骨肉至亲,娘娘和文修君是孤舅姊妹,都不是一个姓的。 别叫得这么亲热,既然你父兄这么十万火急,文修君怎么不自己亲自来求娘娘啊? 王陵正要回答,长丘宫门忽然大开,只见大公主和二皇妃由一群弓壁簇拥着。 款款从里头走出来,邵商立刻放下插腰的双手,脸容行礼。 二皇妃缓缓走近,微笑道,你们在外面吵什么?我们在里头听见了。 大公主撇撇嘴,还能有什么?阿玲是个大大的孝女,非要去打扰母后,少商不让呗。 少商笑道,哎哟我的长公主哦,您真是会眼竹照料事如神。 大公主眼口轻笑,你这淘气调皮的丫头,前几日父皇还埋怨母后。 说不要让你左一日右一日的告假,没你在旁叽叽喳喳,宫里都空落落的。 少商假作叹息,我阿父说了,做父母的训斥还是惯理,既能警示儿女,又能出出气。 可偏偏殿下们各个孝顺名理,聪慧懂事,陛下这么多儿女,竟无人可以训上两句。 可不是只能左一日右一日的训斥,我来找不吗? 大公主笑得花枝乱颤,指着少商向二皇妃道,你看看她,难怪父皇母后都喜欢她。 若不是十一郎下手早,我非得将她说给几位皇帝们不可。 二皇妃呵呵一笑,看了眼王林,对少商道,你在外头也听到消息了吗? 你对娘娘的孝心,我们都知道,这几日就劳烦你照料母后了。 少商心想你和我家宵女君倒是一路人,意思差不多,嘴上却恭敬地答应。 两位殿下,我。 王林又跪了下去,正要开口求情,大公主毫不客气道,你就别废话了。 辱父王纯不过庸才耳,这些年来惹下多少烂摊子,若不是十一郎屡次为她补救。 父皇早把她免职了,如今出了这样的大事,牵连了东宫,你还好意思来求情,真是厚颜无耻。 殿下,二皇妃轻声道,以目光示意,不要张扬,少商在旁冷眼看着。 大公主缓缓出气,对王林冷冷道,我可不是母后那么好脾气,聪明的你,赶紧给我走。 不然我就让大长秋过来,以扰乱恭维的罪名将你占毙,看哪个会替你说话。 王林瑟缩一下,滴滴哭泣。 少商忙上前笑道,妾知道殿下一片智孝,可殿下素来人会的名声,何必为了这点小事折损? 杀鸡烟用牛刀,带我将王娘子骂走便是。 二皇妃似笑非笑地看了看少商,大公主点头道,也好,这里就交给你了,我们走。 后三个字是对二皇妃说的。 两人亲密地携手离去,少商望着她二人的背影,以及一大群簇拥的公币宦官,自言自语道。 早就听说二皇妃交好长公主了,没想现在这么要好。 跪在地上的王林听见了,低声道,你不知道吧,数月前,他们已定下儿女亲事了。 少商看看她,呼提高声音对周围道,行了,都挤在这里做肾,该干嘛干嘛去? 你们几个不用守门了呀,快滚! 还有你们四个看什么看,今日这是我往常讲的故事精彩。 妈,真是见识短浅,看我以后还分不分点心给你们吃。 你们几个站那么高干吗?嘴裂得好像锅盖那么大,跑出那儿不用帮忙了。 被她一阵呼和,周围的公币宦官都低头笑着离去。 少商收起笑容,一把捉起王林的胳膊,边往外拖边低声道,你也看见了。 要是不想被打死,就赶紧走,姿势体大,牵涉更大,不是你我可以智慧的。 王林脚下亮亮呛呛,轻其道,不是的,阿富真是冤枉的。 这些信段段,不是阿富写的。 少商脚下一顿,你说什么? 莫要为了脱罪,就胡说八道。 这是真的,真的真的。 王林反手抓住少商的胳膊,喊泪哀求,家父是什么人,我做女儿的,还不知道吗? 刚才长公主有句话说对了,家父就是个庸才,更坚贪生怕死。 只要有纯酒美人,哪里会去谋什么烦? 借他十八个胆子,都不成啊。 少商有心多问。 但此地此时不便说话,便压身威胁,那你发个重重的毒事我方能相信你。 你就说,倘若你父真有谋反的意思和举动,你就廉价十八回,回回被人修回家。 然后颠沫流离,击寒焦破而死。 赵王林平素的性情,非得骂回来不可。 但此时他咬了咬牙,居然真照着发了一遍毒誓。 倒把少商下了一阵。 少商心念转动极快,立刻又提高声音道,你终于明白了就好,既然想通了,就速速回家去吧。 不远处的宫人们听见都低头轻笑,心想,这位活泼诙谐的成娘子倒有本事。 王林不再挣扎,恭恭敬敬地跪下来,低声哀求,十一郎不知被陛下派去哪里了。 求你见到他了,给我父兄带句话,这是真是冤枉的。 阿富林被拿去前嘱咐我此事宜在东宫,十一郎就算不看王家,也要看在太子殿下的情分上,请一定施以援手。 少商没有答话,只点一点头,然后让莲房和桑果将王林搀扶起来,送出宫去。 来到皇后的内寝,宅傲果然急得不得了,皱纹和白发都熬出了好几根。 少商赶紧借口让他去刨厨看汤药,然后自己坐到皇后他边。 进宫大半年来,少商已经知道皇后与自己正相反。 他看似若柳浮风楚楚可怜,其实很耐靠,徒手翻倒各把五皇子不是问题仪。 他为啥用五皇子做计量单位? 而皇后呢,是典型的空壳花生体质,看着头好壮壮时则不堪一击。 不论是风寒咳嗽还是中暑机时,皇后总痊愈得比别人慢。 入冬以来,皇后本就可及复发,累日卧病,自后,乍文彭真出手,立刻被压倒了。 此时,看他面色发黄,满脸病容,少商暗叹一口气,轻轻帮他揉捏绵软无力的肌肉。 还时不时用牛角壁子缓缓刮着他手脚上的浮肿,室外放着一尊红泥小炉,红燕燕的炭火上烧着一瓦罐清水,咕嘟咕嘟地煮出水蒸汽。 通过少商特制的长嘴导管将蒸汽送入室内,使室内空气不会太过干燥。 也不知过了多久,皇后悠悠醒来,睁眼就看见美丽的少女,正聚精会神地照料自己,不由得心中一暖。 见皇后醒来,少商赶紧让公币帮忙让皇后靠着饮囊坐起来,一番是汗疏头端水喂粥。 两人才缓缓说僵起来。 少商道,娘娘病成这样,不如请陛下来看看您。 皇后虚弱地笑了笑,陛下这两三日都没来,我料他心里也是不痛快,你不要皱眉。 就算太子能从这件事中择出来,还有王淳呢? 总之,这些烂事都是我这边来的。 少商烦躁,赶苍蝇一样挥挥手,娘娘我们不说这个了,这些事就让该烦心的人去烦吧。 娘娘好歹要振作,除了太子殿下,娘娘还有别的儿女要操心呢。 皇后似乎被触动了什么? 微笑道,刚才你来时可见到了大公主与老二心腹。 少商一阵懊悔,该死的怎么提起这个话题了? 我原本希望他们手足童心,尤其是长公主,陛下素来宠信他们夫妇。 大驸马在遇前很能说得上话。 谁知,呵呵,外敌还没杀进来,倒先开始窝里斗了。 皇后脸上流露出讥讽与悲哀交杂的神情, 他俩结伴而来,在我面前绝口不提太子。 还一个劲的劝我好好养病,千莫插手朝堂之事。 尤其陛下如今正在盛怒,千万不要去触龙林。 他们的言下之意,难道我听不出来吗? 娘娘,少商握住皇后枯瘦的双手, 抢起家当来谁还跟你讲手足之情。 半间拆迁房两个停车位,寻常人家就能打出狗脑子来了。 更别说,这花花江山了。 皇后拍拍少商的小手, 是啊是啊,生他们养他们不够, 给他们荣华富贵也不够。 只要没给他们至尊之位,那就断断不够。 少商对这种家务事完全没招, 于是道,娘娘这个咱们也不说了, 说说您的身子吧。 您就是心绪不得开解, 所以财产面病态难以痊愈。 照我说呀,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娘娘先过好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皇后看女孩不停地换话题, 笑出声来, 反倒是这事, 你没我想得开了。 你可知, 先父受受几何, 我大父又活了几载。 我们宣家人, 素来寿数不长。 自然, 先父是早了些, 刚过儿历就先是了, 先母比她多过了十余载。 脱陛下红服, 我与阿弟到现在都好端端的, 也不知。 哎呀呀呀呀呀, 娘娘, 你怎么说这个呀? 少商起身嚷起来, 不可让皇后接着往下说, 娘娘你, 再说我可回家去了, 以后都不进宫了呀。 皇后失笑着连声哄她, 少商这才又做了回去。 她看着皇后, 精神有些短, 便又按着她躺下。 离开内寝前, 皇后忽睁眼问道, 陛下是不是又派子圣出去了? 是啊, 因这回彭密布取师投诚, 不能将鱼布杀头处罚了事, 但也不能让他们继续聚集一处了。 是以陛下派灵大人去拆家当了。 皇后微笑, 什么拆家当, 是与他们富贵, 换他们卸甲。 没错没错。 少商精快道, 所以娘娘不用担忧, 灵大人一听到风声马上就回来的, 到时她一定有办法。 皇后合上双目。 轻轻道, 出了这件事, 陛下是第一个不痛快, 恐怕子圣就是第二个不痛快了。 少商, 你别去闹子圣, 她心里有数的。 不知为何, 少商从皇后的语气中听出一丝不祥的意味, 但又苦思不知所以然, 只能甩甩头放到一边。 午后过半, 太子颓着背挤来了长秋宫, 因皇后睡着了, 她只能一言不发地在内寝坐上半天。 当暮色渐重时, 缓缓离去, 望着太子疲惫的背影, 少商忽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不说以前, 只说现在。 成老爹, 萧夫人, 万老夫人, 桑叔母, 还有林不仪, 她生活中所熟悉的, 全都是很有办法的人。 绝不会束手就擒, 哪怕朱提叔父成旨, 虽说笨了些, 但也会在兵荒马乱中, 到处找寻妻子踪迹。 形成对照的, 就是二叔父成成, 虽然少商很同情她, 但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因为她的怯懦无能, 葛氏才能得逞十年。 少商自己, 也是前者的价值取向, 是以看太子这样落寞, 她既可怜, 又有些看不起。 皇后虽然淡薄端方, 但长秋宫也被她管得安太周密, 从没出过岔子啊。 虽说彭真攀咬王淳一案中, 太子实在冤得很, 可这又如何? 不遭人即是拥财, 哪有当东宫, 不受明刀案件的? 储君被暗中极恨, 不是宇宙惯例吗? 要紧的是出了事, 要有办法解决啊? 然而太子不能。 于是, 少商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他和林步怡, 现在算是躺在太子船上。 这条船到底稳不稳啊? 会不会翻啊? 次日一早, 皇后略觉舒坦了些, 早上还多用了傍晚的蔬菜粥, 然后曾安之癫癫地跑来了。 传达了皇帝的关怀之意后, 特意将少商拉到殿外, 眼里眼外, 让他去见皇帝。 少商猛猛地, 娘娘病况曾内官代为传话就好了吗? 干嘛要我要去面圣啊? 曾安之眼神闪烁, 万一陛下要详寻娘娘的病况, 成娘子可以细细分说。 少商看着曾安之笑成菊花的脸, 心念一闪而过, 不悦地眯起眼睛, 哦, 我知道了。 他一把将曾安之拉到角落上, 咬牙切齿道, 这几日, 陛下心里不痛快, 你想叫陛下训我一顿。 好你个老陈, 前阵子女收四子, 我可是把四方钱都掏出来了。 你这么害我, 你摸摸自己的心口疼不疼? 叫你儿子放学路上当心点, 我见了非痛打他一顿不可, 这叫负债子长。 曾安之听着女孩负啊子啊的一顿骂, 心里却有些受用, 想自己也是有子之人了, 不肩暗暗满足。 他也压低声音道, 成娘子不要不识好人心, 娘娘为何病倒, 难道你不知道? 一半是心病, 老奴好不容易鼓动陛下召见娘子, 娘子去陛下跟前探探口风, 难道不比陪在长丘宫里好? 倘若娘子能向陛下说两句好话, 到时陛下心一软, 来长丘宫看看, 娘娘的病不就都好了吗? 少商觉得颇有道理, 有一道, 要是我说话不慎, 陛下发起火来, 将我骂得狗血淋头, 该怎么办? 曾安之看看女孩, 斟酌道, 一奴婢看来, 娘子说话慎不慎重, 与陛下骂不骂得狗血淋头, 并无多大干系。 少商与赛, 他斜瞇着眼睛, 老曾师傅这么会办事, 两面都卖好, 将来飞黄腾达, 儿孙满堂, 可别忘记拉小妹一把啊! 曾安之笑得两眼呈现, 好说好说, 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女娘, 有一种奇特的魅力, 仿佛你在她面前, 是个最寻常不过之人, 无关关智, 无关身体是否残缺, 只不过平日打交道, 多了, 关系不错, 相互看着顺眼而已。 于是, 少商丙报过皇后, 就随着曾安之往上书台去了, 据曾安之说, 此时应该只有几名蒋经博士陪着皇帝, 谁知道了上书台, 职位宫门的小皇门却道, 来了好些位大人, 这会正面见陛下呢? 不过陛下是才说过, 成娘子来了就宣, 曾安之似是有所知, 颇有深意地看了眼少商, 然后领他往里走去, 今日君臣会面的地点, 并没有选在正殿, 而是在平日皇帝赵老兄弟饮酒酗旧的偏殿, 少商跟在曾安之身后, 还未踏进偏殿, 就听见里面吵吵闹闹, 一个粗豪的声音道, 当初陛下心辞扰了他们, 他们不但不思感恩, 还心有怨怼, 暗中伺机报复, 依臣看来, 就该斩草除根, 然后里面响起一阵赞成的呼吓, 都是没错, 正该如此, 大恩成仇, 就该杀光了, 才是才是云云, 这时, 一个丝丝闻闻的声音响起, 诸位稍安勿躁, 所谓此一时比一时, 当初陛下饶过前安余部, 自有其用意, 可是如今过去这么多年了, 怕是人心有变啊, 少商暗教这人厉害, 凝着看, 似乎是在帮皇帝, 其实也在施压, 他听里面争辩的厉害, 有心退缩, 谁知曾安之, 却似乎胸有成竹, 让小皇门高声传报后, 大步踏进天殿, 少商只好苦着脸跟上, 今日在常人多, 少商下跪叩头举臂其手, 将一整套礼节形的完整妥贴, 皇帝在上面看了, 轻扯了下嘴角, 然后, 少商又向众臣行礼, 窃成事, 拜见诸位大人, 众臣看在皇帝的面上, 也纷纷抬了抬手臂, 以试回礼, 短短抬眼间, 少商已看清了殿内诸人, 于侯和吴大将军是肯定在的, 他们前者后面, 做了三四个文臣, 后者身旁簇拥了四五名武将, 大越侯与中越侯也在, 他们周围是些为着关袍的薰贵老臣, 比较稀奇的是, 三皇子居然也在, 十分特立独行地, 坐在皇帝下手的位置, 皇后身体如何? 皇帝问, 这话一问出来, 殿内众臣就互相以目示意, 虽说今日是非正式场合, 但毕竟正在讨论国家大事, 这种情形下, 皇帝忽然召见一个外臣之女, 询问皇后的病情, 是十分不妥当的, 少商忽然明白了, 皇帝要的, 就是这份不妥当, 她定了定神, 恭敬地回话, 回禀陛下, 娘娘从前日起咳及加重, 今早到不可咳了, 可欲结不化, 气须体寒, 昏睡不止, 一时难以痊愈, 皇帝冷声道, 王淳是皇后的亲族, 出了勾结逆贼这样的, 大事, 皇后是该病一病了, 说得皇后就跟装病似的, 这老头子坏得很, 少商富匪, 富皇, 三皇子呼开口, 王淳娶了文修君, 因而是皇后娘娘的妻族, 而非亲族, 皇帝没好气地骂道, 你给朕闭嘴, 然后回头对少商道, 听说昨日你与王淳之女吵了一架, 朕看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居然在长丘宫门外吵架, 少商暗叫来了, 皇帝臭老伯果然不肯放过他, 回禀陛下, 他恭敬地低下头, 且并非有义无礼, 而是那王娘子, 口口声声车其将军是冤枉的, 说其父绝无可能私通秘贼, 他还说, 那个粗豪的声音再度起来, 原来是吴大将军身后一名求须魁梧的武将, 只听他道, 他是王淳的女儿, 自然要说是冤枉的, 这种话不值一提, 吴大将军沉声道, 陛下让成娘子说话, 你插什么嘴, 退下, 那求须武将只好愤愤闭嘴, 皇帝朝少商汉手, 继续说, 少商道, 王娘子说, 王将军为人庸禄, 只要有纯酒美人, 便心满意足, 去谋逆造反, 王将军哪会那么有志气啊, 他抬起头, 可怜兮兮道, 陛下, 切意觉得王淳将军没那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弄错了呀, 皇后娘娘都担忧的病倒了, 您看, 吴之女子, 于侯身旁的一名文臣, 浮然大怒, 朝廷大事你, 一介妇人知道什么, 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当论重罪, 这时, 忽然殿外的小皇门高声传报, 为将军陵步一道, 皇帝微不可查地扬了扬眉, 宣, 宣, 宣布一进殿行李, 起身后端坐, 然后朝刚才训斥少商的那位文臣道, 李公曹好威风, 听吴父说话, 莫非辱莫了您, 如此看来, 在下以后, 可不敢与大人您张嘴了, 李公曹愤然道, 今日遇前论证, 有这小女子什么事, 他居然, 李公曹是眼歪了, 还是心歪了, 宣布一打断他的话, 顺便不满地看了皇帝一眼, 吴父难道是自己闯进殿来指手画脚的, 难道是自作主张插嘴的, 明明是陛下召见, 陛下询问, 吴父据实禀告, 李公曹应当请奏陛下, 要么驱逐吴父出殿, 要么让劝谏陛下不要询问他, 你冲一个十余岁的小女娘耍威风, 也当不得什么好汉, 灵部一场梅微调, 声音中透着一丝少商从未见过的音语, 那李公曹没在说话, 只于面上愤慨, 陛下, 您是否还要无腹回禀, 若是不用, 不如让他回去, 灵部一恭敬地上奏, 皇帝咳了两声, 掩饰地俯着长须, 成事, 你接着说, 少商度里, 已将皇帝骂了一百零八回了, 脸上却装得愈发惶恐, 回禀陛下, 窃听闻过世的前安老王爷, 膝下有十五子二十一女, 文修军仅是第八女, 既非最长最幼, 亦非最受宠爱, 是以老王爷和府中诸公子, 对王淳将军也并不看重, 成娘子怎么这么清楚这些旧事, 于侯忽然道, 少商有些不好意思, 那, 那王陵曾非议, 家父是草泽物农出身的乡野村夫, 窃气不过, 便问清了王将军的过往, 已被日后再见林娘子, 相骂时不会落了下风, 于侯呵呵一笑, 你们这些小女娘啊, 记仇得紧, 店内众人纷纷轻笑起来, 气氛为之一松, 小娘子这话不假, 大月侯笑道, 前安老王爷在世时, 王淳从未受过重用, 兵马粮草乃至修造瞌睡都没他的事, 素日有大事商议, 也不叫王淳遇会, 他身后的一名薰柜补伤, 不过也是因祸得福了, 后来前安老东, 可, 老王爷欲行不轨时, 也没他什么事, 反倒不曾受牵连, 少商赶紧, 窃听说如今的前安王, 是老王爷的第十四子, 当年还欺误过王将军呢, 吴大将军道, 没错, 如今的前安王, 是老王爷宠姬所出, 自小就交金跋扈, 当年对我等没客气多少, 那求须武将小心地凑上来, 大将军, 那年他还没马腿长呢, 就想强夺你的爱马, 被你一拳头吓了回去, 然后殿内众臣, 七嘴八舌地说起前安王府的旧事, 多是老王爷至高才书, 诸位公子骄横凶暴, 总之都不是好东西, 其中王淳反而声名不鲜, 除了出身还算不错, 其余实在平庸, 既然如此, 那王淳将军干嘛要去勾结前安王啊? 少商赶紧道, 诸位大人宁见, 王淳将军在陛下手底下多舒服啊, 陛下对他宽容不说, 还有官智权位, 难道他好日子过腻了, 让前安王府光复往日荣耀? 然后再被小王爷接着欺负不成, 一位斯文的儒生缓缓道, 小娘子此言差矣, 兴许王淳只是对前安王须一猥蛇, 待日后大权在握了, 除掉他便是, 有那些信奸为证, 臣以为王淳勾结前安王只是耳, 真意是谋反是君, 少商立刻辨认出, 这是最初那个声音斯文却用意厉害的人, 貌似姓韩, 然后他故作惊议道, 可, 可是王淳将军已经五六年, 没法亲笔写字了呀, 殿内一静, 他赴道, 窃曾听说, 五六年前王将军手上受了重伤, 自那以后, 他再未写过支言片语, 一英书函都是书立代笔, 这个陛下也知道啊, 众臣赶紧去看皇帝, 只见皇帝缓缓地点了点头, 受伤只是借口, 王淳饮酒过多, 手抖得不能用笔了, 众卿, 是以正式才说, 此案一处甚多, 需详加审讯, 临不宜侧侧头向少商示意, 少商明白自己今日的戏份完结, 不过可恨黄老伯不发话, 他就不能自行退场, 只好向侧边挪了挪, 让自己完全被灵不宜的身形遮住, 忠越侯皱眉, 可那些信件中的印件与暗记, 都与车齐将军辅对得上啊, 皇帝略加沉思, 子盛, 你来说, 灵不宜淡淡道, 臣之前与祭尊大人议论过,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古怪, 不是怪在王淳身上, 也不是怪在前安王府, 而是怪在彭真身上, 这话怎么说, 于侯好奇道, 灵不宜道, 盖依那些信件中所谋之事, 一件都不可能成真, 首先, 信中说, 要引陛下御驾轻征, 陛下并非好战之君, 伸之运筹帷幄的要紧, 已多少年没有御驾轻征了, 受春罪儿小弟, 居然想让陛下御驾轻征, 愚蠢的都像个笑话了, 皇帝微笑着点头, 众臣开始窃窃私语, 其二, 信中说, 要在征战时谋害陛下, 这更是可笑之志, 陛下身旁心腹环绕, 雨林, 虎奔, 卫军, 三方拱卫, 别说如今兵强马壮, 便是当年最艰难时, 以陛下的身手, 都难有人能靠近三步以内, 真不知谁敢轻言谋害陛下, 简直痴人说梦, 殿内众臣哈哈笑了起来, 据言的确如此, 灵不宜继续道, 最后一处, 倘若据如信中所言, 陛下崩于征伐彭真之时, 太子登基, 大胆, 吴大将军大喝一声, 皇帝摆手, 吴房, 子圣继续说, 灵不宜环视众人一圈, 倘若逆贼真的得逞, 那么太子继位后头, 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为君父血仇, 足诸彭真, 如此说来, 彭真更是难逃一死, 和谭王彭两家共享富贵, 这下连是才那个求须武将都入了神, 喃喃道, 这是不对啊, 的确不对, 灵不宜道, 陈已问过彭真, 他也觉得, 信中这些话难以成真, 不过还是将这些信藏了起来, 于后陈声道, 此案果然一点甚多, 应当详查, 此时已经无人对前安一夕喊打喊杀了, 皇帝满意的笑笑, 扭头间看见老神在在的三皇子, 道, 老三, 你怎么不说话? 三皇子道, 父皇让儿臣闭嘴的, 皇帝无语, 那好, 儿臣说两句, 三皇子道, 今日, 原本父皇要从几位奖金博士中, 挑一位给儿臣, 谁知众位大人浩浩荡荡地冲进上书台, 我还当是什么大事, 原来不过区区小案, 那求须武将嘀咕道, 事关谋逆大案, 怎能说是区区, 这是不过良解, 三皇子里都不理他, 自顾自地说下去, 要么王淳是冤枉的, 那么找出谁假造信奸就成了, 要么王淳的确勾结彭逆与前安王, 然彭真已是阶下之求, 前安王不过是掌中之雀, 一群无能之辈, 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我实在不明白, 诸位大人这样兴师动众的, 天塌了吗, 敌军打到城下了? 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有一位勋贵不肯罢休道, 可是太子殿下抑郁, 灵不一道, 要牵扯储君, 好歹要有一封太子殿下的信函, 一枚东宫的印简, 如今一切据事虚无, 连王淳的罪都还不能定, 大人就不必这么着急地攀撤了吧, 殿内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 大月侯与中月侯无奈地互看一眼, 与侯笑咪咪地摇着便面, 吴大将军悠悠然地将面前的酒水喝完, 李公曹面色阴沉, 敢问三皇子, 倘若侦查出前安王也与此事有设, 该当如何? 那求虚武将也直起身子, 没错, 难道还要放过他们? 谋朝篡尾, 犯上作乱, 依法处置了便是, 难道还留着逆贼, 过上四劫不成? 三皇子连眉头都没多动一下, 李公曹与侯虚武将满意地做回去, 少商看明白了, 今日来找黄老伯的大致有三拨人, 第一, 以李公曹和侯虚武将为代表的借机干掉前安一戏派, 他们多与前安王府有血仇, 而且看起来人数最多, 文臣武将勋贵都有, 第二, 于侯, 吴大将军, 还有两位岳侯, 是被底下人拱过来的, 人家家族附庸你, 做你家小弟, 你也要帮人家出头啊, 何况, 他们都有些隐秘的小心思, 而少商最无法理解, 反而是那位斯文的韩大人, 看起来官智不低, 但他至今不知其用意, 行了,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 皇帝视线一寻, 老三, 你就和子圣一道, 去审审王淳, 问清楚内情来报, 三皇子不慎情缘地应了一声, 灵不宜躬身称诺, 少商十分欣慰地看着皇帝, 发现从他进来到现在, 事情解决群臣安抚, 皇老伯连略略斜靠俯首的坐姿都没变过, 语气始终沉稳, 眼神一直温和, 整个人如同佛看上的神像一般, 不惊不怒, 事宜显散, 难以捉摸, 他其实什么都没说, 也为和任何臣子争论, 只是让众人自行辩驳, 然后一切就都解决了, 少商有些佩服皇老伯, 龙衣果然不是普通人能做的, 太子若能学到几分就好了, 皇帝吩咐完亲子和养子, 转头看见, 女孩似乎在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他心念一动, 又道, 若是皇后想派人一同前往, 你们也带上就是, 少商呆呆地抬起头, 这是在说, 他, 吗?